大家好,我是刘德华 北京时间2月6号19点 女足亚洲杯决赛 中国女足3比2逆转了韩国女足 是夺取了中国第9座亚洲杯 当然是女足的亚洲杯 我看全国人民在恭喜赞美女足的同时 都是在骂男足 但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想没想过 其实你说女足夺冠 它不是恰恰证明了一个事情 就是说中国足球的问题 其实不是足协也不是教练 最起码就是足协和教练 它不是根本原因 男足像踢不好吧 大家天天骂足协 天天骂教练 或者是骂球员本身 但是中国女足 它也是在中国足协领导之下 对不对 然后女足的教练 某种程度上来说 它比不过男足 为什么中国女足可以 然后中国男足就不行呢 当然了中国足协和教练 肯定有很多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中国男足 踢不好的根本原因 当然你说拼搏精神什么的 男足确实就是比起女足来差了一大截 其实这个也可以很容易理解 因为男足嘛 一群大爷就是拿着那种几千万上百万的高薪 然后在国内他不需要拼搏 这样一堆俱乐部高薪养着 然后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 另外呢他们能力也有限 对不对 再拼命他也拿不到容易 也拿不到亚洲杯 就是十几年你都踢不过日韩 就是你再有精神也没用 然后天天被全国人民骂 那个精神肯定就是 就是说精神力肯定是不行的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他女足肯定就不一样嘛 女足首先收入肯定就很低 我记得好多年前 还有说那种国家率的女足 一个月就是领上五千块钱的工资那种 就是到今天 就是中国最出名的像女足球员 王双嘛 他的年纪性一年 就是在国内也就一百多万 以前出来到欧洲踢球 就是睡前月薪才五万 就是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收入了 说实话 所以女足队员嘛 他长期就需要这种自己的农历拼搏 他才能有出路 你再加上亚洲杯 中国有1200万的得冠奖金 就这种 这种奖金的吸引力 对女足来说肯定和男足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说就是说 男足就是长期养尊处优呢 女足就是长期需要奋斗拼搏 所以时间长了 两者之间精神上有差距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你吧 就是说全中国男足的不行 归结到精神 我觉得有点为科学 因为踢球本身还是说水平最重要 就是最最根本的 还是说你的球技怎么样 中国男足呢 现在最根本的原因 说实话还是水平不足 对不对 停一脚球可以停个五米远 这就是水平不够 然后你像中国 你二三十年都就是主力队员的都踢不过韩国 踢不过日本 你不可能说一具精神就能够解决的 所以水平不够的原因呢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中国踢球的人越来越少了 然后大家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踢球 然后踢的人少了 就是说 挫子里面拔将军嘛 然后所以说导致国足整体水平现在就很低 其实你说 为什么说 就是说中国发展越来越好 但是踢球的人越来越少呢 其实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整个中国社会全方面的内源导致的 其实我们分析中国就是男足或者中国足就发展不起来的原因 就是很简单 我们不用去和国外比啊 也不用和那个什么女足比 最简单的就是和自己以前比就行了 你中国 今天的中国男足 你就和二三十年前的中国男足比 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中国男足比不过二三十年前的中国男足 就是以前中国男足在亚洲虽然不是最顶尖的那个水平 他是我们踢不过日本 踢不过韩国 踢不过伊朗 但是除了这些球队之外 我们基本上也是怎么说呢 就是傲视其他国家的存在对不对 你比如越南就按照孙岐海 就是以前的中国国足队员说的话 就是说以前我们踢越南 他不是说赢不赢的问题 而是赢几个的问题 但是为什么说啊 就是发展了这么多年啊 我们国家经济变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来越有钱 我们对于足球的投入越来越大 然后中国人本身对不对 因为那个营养跟得上了 然后长得越来越高了 越来越壮了 但是为什么足球就越踢越差 当然根本原因确实就是踢足球的人少 这点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去踢球了 是不是说今天的人不喜欢踢球 我觉得也不是啊 至少我身边我觉得 大部分男生都喜欢踢球 就是没接触足球的不说啊 但是接触到足球的很多男生就喜欢踢球 那为什么说今天的人踢球越来越少呢 其实最根本原因我觉得就是 整个社会的内缘导致的嘛 首先国家方面 你就是现在国家全力发展经济 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就是经济也好了 建设也好了 但是踢球的地方实际上是越来越少了 就是以前我们国家可能经济不行 没有球场 就是设施不好 然后但是其实大街小巷 胡同口啊 小孩子家门口到处都可以踢球玩 但是今天尤其是城市里面 到处是高楼大厦 到处是马路 到处是汽车 你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踢球呢 另外就是你说像父母啊 家长啊 他本身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就是以前的父母可能收入不高 但是最起码就是说 朝九晚五啊 有时间陪小孩子玩 然后有时间带小孩子去踢球 但是现在的父母 然后动不动加班到半夜 然后周末还要继续加班 他有多少时间带小孩子去玩 然后就好比说 我在德国住这个村吗 有一万多人 就是外面大的小的到处都是球场 然后周末你去球场一看 都是父母带着小孩子来踢球 还有一些很多那种专业的俱乐部 小孩子的俱乐部 你说所以说 德国他足球能发展不好吗 而且说人家不是说 带着孩子踢球 就抱着让孩子去踢职业足球那种愿望 他其实就是普通的周末娱乐活动 但是中国的父母 有这种时间去带着孩子娱乐吗 或者说他们愿意让孩子娱乐吗 其实就回到了小孩子本身 现在哪个小孩子就是一出生 就是说身在妈妈那个肚子里面就开始胎教 然后小孩出生长大后就开始各种教育啊 各种参加培训班 补习班 钢琴班 然后每个父母都害怕 我的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你报个学校就是想方设法的 就是让孩子多上课 虽然说国家明令禁止吧 但是还有很多老师啊 就是开办那种补习班 就是说每个小孩子从早到晚都是在学习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就是事情就我们就能知道 就是说中国有多少小孩他不戴眼镜 你想吧 就是我们像我还是在高中才开始戴眼镜 但是现在你到一个小学里面啊 基本上就是一半以上的小孩都戴眼镜了 所以说大家都戴着眼睛拿什么去踢球啊 你再加上说国内现在踢球确实没出路 就是你职业球员确实发大财对不对 领着几千万那个高薪 但是有多少人能够踢上职业呢 对不对 就是普通人踢不出来 你就只能去路边摆摊啊 卖烧口啊卖水果呀 所以除非家里真的条件好 要哪个家长愿意自己的小孩去踢球 当然有人可能有疑问 你说男族没人踢球是因为内卷 但是女族就不内卷了吗 大家都愿意自己的女儿去踢球吗 我觉得她可能首先有个误解 就是中国女族其实也是在一直下滑 你像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女族在世界是顶级强队呀 对不对 以前我们是世界杯亚军 包括之前的那个女族队长 她是世界族球小姐 但是现在的中国女族呢 其实已经是三流球队了 再一点就是说 女族她本身在全世界很多国家 她没有职业化的那种发展 发展得比较晚 就是这种情况下 以前的话我们国家就重点扶持女族 就是这种国家体系之下的这种球队 当然就是比较容易取得好的成绩 但是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就是说 女族的职业体系已经建立好了 像德国 对不对 已经有职业的女族体系了 像日本韩国 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的水平就已经开始落后了 现在的中国女族按水平来说 其实就是世界三流强队嘛 对不对 她其实和男族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说就是中国这种大环境的内缘 她不解决 你就是投入再多资金啊 就是 你就是投入再多基础设施的建设 包括去搞清训啊 去建设足校啊 其实我觉得都是 治标不治本 我们先不说你这种大规模的投入可不可行 就算你对不对 全国都建球场 每个村都建个球场 然后每个镇都 每个城市都建个足校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办得到啊 对不对 只要是中国政府有决心 确实可以办得到 先不说可不可行 就是你这么办 但是有一点你办不到 就是你怎么让大家 让自己的孩子去踢球 这点你办不到 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有多少父母说愿意送孩子去足校 说就是说 他愿意啊 就是让自己的孩子少学一点啊 多出去玩玩 有多少人愿意 这也是我为什么说 我就是对中国足球有生之年 就是不报任何大希望的原因 因为就是说现实的问题嘛 就是国家的决心可以解决 但是这种 整个社会环境确实没法解决 就是 当然有人说好像就说 我们可以把足球添加到高考革命 然后强制小孩子去踢球 我觉得这个有点扯淡 就是因为国家不可能说为了发展一个运动 然后把整个国家的教育体系给摧毁了 这个那就是 那不是封 除非说国家真的封了 这个整个国家都封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追根究底啊 中国足球根本的问题 还是说在整个中国的内卷嘛 其实内卷 内卷没法解决 中国足球不可能崛起的 中文字幕by bwd6 中文字幕by bwd6